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陈末两天后 终于对外媒近日热炒的中国轰6K战机 首次在南海起降做出回应 菲律宾外交部21日发表声明称 正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我们正采取适当且必要的外交动作 以捍卫主权主张 将来也是如此 但一些好事的媒体认为 非政府这份声明不够强硬 没有谴责或向中国提出抗议 5月18日 中国空军披露了一组轰6K在南海岛交起降训练的图文和视频 分析认为 轰6K此次首次降落的是 位于西沙群岛的永兴岛机场 外媒借此大肆炒作 美国国防部称 中国持续军事化的做法 将加剧地区紧张和不稳定因素 越南外交部21日提出抗议 毫不相干却插手南海事务的澳大利亚防长潘恩批评中国此举破坏稳定 针对外部的炒作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2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南海诸岛是中国领土 有关训练活动是中国军方正常的训练 其他各方不必做过多解读 至于美方提到所谓的军事化 上述在本国领土上正常训练 同一些国家在南海不远万里把自己的军舰 飞机派到本地区来 对其他国家造成威胁 完全是不同性质的事情 针对菲律宾 一些人称中国可借该基地攻击非本土 非总统府发言人洛克21日淡化处理 他说 非政府无法独立证实中国战机在南海的存在情况 非外交部已根据媒体报道 采取恰当的外交行动 洛克说 杜特尔特总统并不认为 中国战机的南海训练是威胁 就像我曾经说的 我们并不把中国视为安全威胁 我们现在有良好的友谊 据菲律宾星报报道 杜特尔特19日在参加活动时再次表示 菲律宾没有实力与中国开战 与中国对抗意味着麻烦 并否认一些人认为 他对中国太过软弱的批评 非国家安全顾问埃斯佩隆称 菲律宾早就知道中国战机将在南海起降 那里有机场 飞机自然就来了 他称 非政府有自己的方式和中国处理问题 而不是吵闹的方式 非外交部21日的声明同时提到 在目前的政策下 政府不再大声宣扬在南海争议上的行为 杜特尔特政府的南海政策取得诸多成果 未来希望与中国签署南海行为准则 COC 以促进南海的和平 合作与稳定 为此 政府正采取不一样的步骤 避免障碍与挑战 非高官访问美军太平洋司令部 时机于议题耐人寻味 美国之音 20日报道称 菲律宾一个高级代表团 正在夏威夷的美军太平洋司令部 进行不同寻常的访问 可能谈及南海问题 对此 非总统副发言人洛克21日表示 非美仍是盟友 不会抛弃双方此前签订的70年安全防卫协议